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哈喽大家好,我是八九 终于回到我的祖国台湾了 那明天也是一个重要的节日 需要调一下时差 那前两个礼拜啊 中国央行下猛药就是 情势一片大好 中国的A股从2700多点来到3600多了 最高的时候快翻了1000多点啊 结果就在中共的十一国庆廉价结束之后 昨天吧 一堆韭菜人框通通破防痛哭啊 因为他们在此之前啊 觉得啊中国伟大复兴呢 肯定会繁荣啊 纷纷入室 结果猛的一来被割一波 中国A股的三大指数 直接跌大了一波 在我做影片的这个时间点啊 上证指数跌到了3258点啊 短短两周 哇坐过山车一样 然后明明就是在这个中国 如果没有任何的啊东西抛出来是吧 没有任何的技术创新 没有任何的 哇这个中国 未来肯定是靠这个吃饭啊 我要投资他 没有 哈中国这个东西啊下了一来 我一定要抛售 通通没有 所以你就知道中国的A股 本来就是一场骗局 就是一场赌博去用的是吧 虽然这个股市本来就可以说是合法的赌博啦 但是如果这个赌博有分这个层级的话 那中国的股市是绝对最赌的 最好赌的那一种 那最搞笑的是什么呢? 外资外商看见了中共国家队下场投钱 砸大钱哇这次下猛药啦 那在11年假结束之前啊 他们也下猛药的赶紧离开 中国股市一直都是政策指标跟 非常博弈的投资是吧? 比如说像这个东方财富啊 他可以先跌个7% 5分钟内又拉了15% 结果一堆中国专家学者 甚至连舔共的台湾人 还有一些台湾的谜代表啊 都大催中国经济一片繁荣啊 中国股市啊要超音赶美啦 叫大家快买 而这批人刚好也是看不起 不见得我们台湾的股市大好的人 同一批 结果他们自己没有买中国的A股 反而买什么? 美股美基金不然就买台股 你叫他去花那钱买他自己 催的那个国家的股票 啊不买啊 于是这些想投机的粉红散户啊 到处借钱啊 还有筹款啊 去买中国的烂尾19股市 这不仅在中国国内啊 海外那些啊 小粉红也是到处筹钱借钱去买 认为在十一过后啊 配合中共政府的记者会啊 宣布最新的政策肯定能大赚一波 结果被割了 我们来看一篇叫做 国福第一打击的网友表示 自己是一个新股民啊 国庆前9月30号刚开的户 今天啊 718买了15万 今天买了15万 现在亏损了15个点 我直接少了2万多 我想要卖出 但为什么不让卖呢 有媒体表示啊 因为这个城市啊 当机所以你卖不了 昨天啊 中国政府啊 被路透社的记者 问到重点之后 立刻展现了 我好像说了吧 但又好像没说 我确实是讲中文吧 但这个中文你好像又听不懂 一直又重复了互相甚至甩锅给在场的其他的官员 我们来看一下彭博社记者简单采访 对于这场记者会的评论 那还有网友表示什么呢 第一次的烂尾 习近平又创了中国新奇迹 这个外商看见这个机会来啦 被套老已久的钱 可以赶快出场啦 小粉红你们应该要骂谁 骂中国政府啊 自己这个央行下去救 是不是 左手借给右手 然后让外资赶快离开中国 加速离开中国 然后割你一波小粉红中国人民的钱 你说谁才是西方万恶的资本主义呢 谁在帮西方人 那不就东国政府吗 然后你们这些粉红被割之后又要赔本卖出 你们就不要把中国股市当短期赌博嘛 绝对不要炒短线 因为你们是非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的不是吗 你放久一点嘛 放到过年嘛 放到后年嘛 肯定让你天天以泪洗面啦 当然这个以泪洗面是高兴的还是难过的 这我不得而知啊 那这波其实还不是一个大收割 这算是中共地方拿去挪用一下而已 借用一下而已啦 总归一句话 中共股市就是一个大骗局 当然有人运气好 可以从中赚得到 但总体来说赔的是更多的不是吗 而这也无助于中国的经济复苏 请问你有看见中国有什么创新科技的发表会 或是什么新产业创新全世界大看好 或是这个记者会有提出什么 有效解决失业啊通缩鼓励性的消费 这种东西全部通通没有 民生福利也通通不给 是吧 先前这个路透社说 中共可能要在这一周就是昨天 要宣布最新的民生福利 结果呢 到现在也还没有出来 OK 那这些通通都没有的话 请问一下中国经济要怎么救 大家都是在虚的玩虚的 互相抛来抛去 骗来骗去 丝毫没有创造实际实干的能力啊 你说这样的经济 它真的可以好起来吗 而这些多数跳入火坑的粉红 基本上都是玩短线 所以你们自己根本就不看好 中国未来的前景啊 你们不愿意把钱放久一点 因为我不看好中国经济 所以我不买中国股票 跟你们的旅游产业一样 全部短线赚快钱 然后最后写本无归 而明天就是双十国庆了 中共政府终于在昨天发表 谴责赖赖清德 谴责台湾政府的言论啊 中共的发言人说什么呢 赖清德的说法就是 偷换概念混淆是非 蓄意割裂两岸历史连结 继续抛售中华民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互不隶属的新两国论 这一点都不行 这已经老生常谈了 是吧 这中华民国创国之年啊 一直到国共内战的时候 中华民国就一直存在了 中共政府的这个发言人 还说什么 赖清德的发言啊 谴责了台湾同胞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认同 还有民族认可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神圣不可分各的领土 194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 取代了中华民国政府 成为合法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享有中国领土主权 包含台湾 OK 中共这个说法我完全没有问题哦 为什么 因为它本来就是敌人嘛 那敌人本来就是为了反伯尼而存在的 那请问在此之前 那些舔共的台湾人 但你们又不觉得记忆舔共 甚至国民党部分的成员 口径为什么都跟中共官方一致呢 你们为什么穿同一条内裤 弄同一个鼻子出气呢 今天 中共出来喷中华民国不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 取代了中华民国政府成为合法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享有中国领土主权包含台湾 你们一个屁都不敢放 然后又说你们要捍卫中华民国 然后你们反而喷承认中华民国存在的 台湾政府 民进党 你们却不喷否认中华民国存在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 结果一堆舔共的台湾人又在洗地说什么 你抢中共也改变不了事实啊 所以我干脆不抢 哦对 按你这个逻辑 那你抢赖清德 你能改变什么事实 你当初抢蔡英文 你能改变什么事实 那赖清德这次的演说啊 其实对海外的中国人 因为我这段期间都在美国嘛 以及对墙内部分 会翻墙的正常中国人造成不小的冲击 也造成了不小的震撼 一些人认为啊 赖清德在挑衅 但事实上 这也是在跟那些 认同民主自由的中国人说 中华民国还存在 以后对于习近平发疯 打台湾这些人 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 不管这群人 他会不会真的啊 揭竿起意 但他们的不作为 也是一种力量 我只能说啊 有一些东西 政府层面的 美国政府 日本政府 台湾政府 跟我们体制外 但是一直在帮台湾发声 在帮日本发声 在美国发声的燃 我们做的分别不一样 但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有些事情 政府不方便做 我们做 有些事情 我们不能做 那政府来帮我们做 你不要以为大家都有病 闲闲没事 从这个欧洲各地 从加拿大 从台湾 从日本 飞去美国开会 大家没有这么闲啊 那当然啊 我是绝对的台独 这些战法也好 这些演讲也好 是更能取得 我们心之所愿的途径之一 那在此之前啊 我们要团结一切 在最大敌人尚未瓦解之前啊 如果各支分家内耗 最大的赢家收益者 永远是共产党 跟他的英权 而中共也非常的逻辑搓乱 一下子 就是我这个1949年是建政 但是呢 你一下就说十一国庆 所以你十月一号 是国庆还是政府庆 事实上这两个是一样的意思啊 只是为什么一下用建国 一下用建政呢 他就是为了创造新名词 模糊概念 为了要有一个大一统的合理性 合法性 所以呢他就说 我创立了新国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你看啊 他说他创立了新政府 但事实上 你就是创立了新国家嘛 你的这个新国家 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而你继承 或说你掠夺来的土地 是中华民国的 不是说中华民国宣布自己解散 然后让渡给你 那你创立了新政府 当然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结构下的政府啊 而你这个政府 多数的官员体制的前身是哪呢 中华素外共和国 所以你的前身是中华素外共和国 你又不是在中华民国体制下的新政府 所以不要再混淆 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 都是中国的概念哈 你们现在说的这个中国啊 注意我刚刚说的这个中国是国家名字 不是土地范围 不是土地概念 不是家乡概念 是国家名字的概念 当初毛泽东自己放弃 沿用中华民国的国号 这都是有历史记载的 而中华民国没有被消灭是吧 你也不要用中华民国的国号 所以你只是取代掉中国大陆这片土地的统治者 国家而已 如果你今天沿用中华民国国号 那你确实就可以叫建政 是中华民国的建政 因为你建立的是 即北洋政府 国民政府 还有汪精卫政府 之后那些等等的 新人民政府 而你真的是中华民国人民政府 以共产党执政为主的话 诶 那退一万步来说 你说台湾是你的 起码比现在还更有立场 而我们会更难反驳 因为篇幅的关系 我这里暂且不谈这个2578号决议 因为这个谈下去 你们连这个退一万步的 更有说法的这个道理 也没有立场 我们来看一下中共政府 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呢 反对台独 坚定守护中华民主的共同家园 至今还在搞民族主义大一统 因为中国这边土地 有超过56个以上的民族 如果按照中共这样的一个说法 一个民族都可以有自己的一个国家 那中共就没有奴役 30多个省份的权利了 所以它沿用了国民党 拿来当神主牌中华民族一词 强行把56个不同文化 语言的民族 并在一起变成所谓的中华民族 然后搞一个民族情绪 那当然啦 为什么这个蒙古可以独立 因为后面有苏联嘛 为什么不让南北韩病入中国 因为后面也有中共打击不了的势力 不然早就全部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范围 都是大中国了 不是吗 你们细细去看啦 中共很厉害的一点是 它把这种民族主义大一统 创造新的政治概念的民族情绪 再加上现在 现代 我们大家有一个共识 最大共约数的一个价值 我们来成立一个国家 而这个国家是不分种族 性别不分宗教的 这是现代国家的概念 但是中共把以前古代 还有这个一战二战 那种民族自觉 还有现代国家概念 全部并在一起 当作他合法统治的理念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跟他谈的时候 他非常多的逻辑出来 因为他把不同的学术 不同的派系 可以变成一个他自己的中国特色 今天的影片到这里结束 喜欢 记得订阅 不喜欢 记得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吧 下次见 拜